房产税据讲高高举气, 但落实很多阻力, 是否最后有效做到呢, 暂时不可很简单讲, 但你知道大陆城市房产, 其实中国很多城市居民是一家人 拥有三四道房好限, 因为他们无其他更好的投资工具, 如果一顿房产税, 自然会引起很多人反感, 但问题是国同志赎, 国同志赎主要策略, 一上台没几多已经讲了房是用来住, 不用来炒, 可能他都需要落实这做法 来突显施政理念, 所以这个就算很困难, 似乎现在都希望逐步铺开, 由小地方铺开慢慢铺开, 这个就是现阶段似乎盘算是这样, 我都说过他一直以来都没有直接就许习家英个人作出什么很高调的批评或要他上身, 但最近我相信经过那段时间的研究之后, 现在一个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国家就不会救他, 这个我都估到,救他就不会救, 不过会看怎样重整,三块也好四块也好, 总之将有盈利前景那些或可以资金门倒楼那些, 那些就救一救他,让资金门倒楼填, 救不了那些就算数了,看哪个损失了, 做完这些之后似乎都不足以盖整个洞, 所以最近这个传闻就要许家认自己拿身家出来填数, 这个还对不对呢,你从西方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的话就不太对, 因为一个上市有限公司, 无理由要一个大股东自己上身,所有股东应该负责, 这就是西方资本有资源游戏一个很基本的伦理, 但任何轮理回到大陆可能都无意义, 所以现在说要他自己上身, 许家印作为现在人在大陆, 不到他选择,如果这是正国家的决策的话, 问题是他自己身家填多少呢, 他说他有百多亿身家,美金, 百多亿身家,应该填不完, 但填这样些也好, 或起码可以吊下盐水, 所以现在似乎是这样, 所以香港豪宅好像说三亿, 希望套到三亿, 跟着起码下来的环息周期, 那六亿有一半有着落先,似乎都是这样想, 跟着下来值得留意许家印个人命运, 除了台浅属身之外, 还无其他问题要他上身, 这可能下一步要处理的问题也不一定, 如果随着对恒大够远不够, 哪些够哪些不够有决定之后, 跟着下一步追究个人责任, 这似乎是很自然的走向, 恒大的整个发展基本上是真的透过政策倾斜, 还有财技去将一个空壳的公司越倍越大, 这是真实的, 至于他个人资产有多少, 有不同的说法, 这事实上上一般人很难搞清楚, 可能他都应该有部署, 这是事实, 但估计他有七八亿, 有些估计他个人财产应该有190亿美元, 这些估计我真的不懂估计, 这数字太遥远对我们而言, 但如果你看到190亿美元也好, 七八百亿人民币也好, 基本上不足以填恒大歌谈, 所以其实还是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就要解决,刚才说了, 随着这件事开始处理方法, 有些方案都已主流方案出来后, 我相信许家印自己上身, 要承担责任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 问题去到几尽, 马云可以去瑞士打歌尔夫球, 我想许家印有段时间都未行, 其实恒大是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他跟地方政府夹手夹脚收地, 跟着用地方政府担保名义借钱, 地方金融金融借钱给他, 这样才搞到他要包月大, 做成结果很多楼,很多在建, 但同时实际上很多这些楼, 违反了国家的农地保护政策, 亦令农民工回到乡下后无田可家, 亦事实上有大量楼卖不去, 造成问题,要消贩这些问题, 可能是一个很漫长时间, 而且亦不是恒大问题, 很多增商, 我都讲过中国大陆有十万个地产发展商, 平均万四人有一个发展商, 这很荒谬的说法, 但实际上万四人有一个发展商, 为何这麽多, 其实很多是地方政府自己分公司搞地产, 所以越搞越多, 所以造成结果, 烂尾楼、鬼城这些并非始于今日, 我六年前有个朋友被人用猎头名义, 用猎头公司猎了他回到苏州一带, 一个新发展区,帮一间做跨国企业, 做人事管理, 他做了半年都走了, 在鬼城,只有他一间厂开工, 这些问题真的很多, 所以其实现在中国房地产, 过度开发泡沫化的情况很严重, 造成很多烂尾楼,鬼城有很多繁殖的房屋资源用不到, 未卖的固然变了一些烂尾楼, 不是烂尾楼, 未卖的固然放在那儿不知怎算, 要割价倾销, 就算卖出去的很多都是拿着在投资者手上, 一个家庭用一个五六间房屋, 有几间是完全土杯房, 入面什么都未弄,大有人在, 这些是很多的, 所以消化可以说是相当漫长, 最严重的就是很多这些楼, 无论它未卖出也好,卖出也好, 其实都是跟地方金融息息相关, 它都是透过地方金融机构借钱融资, 很多按揭都是透过这些公司做, 所以其实一旦有什么事, 年薪反应是很大, 这个大家都猜到,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我已经讲过了, 那个地方有三国债, 房地产金融经济造成一些泡沫, 牵一发动全身, 恒大只是其中一个, 现在恒大焦点太大了, 国家要想办法救它, 就算真理性兵救都想方法去减通, 所以思习除言出说早前要某些地方的发展商 要买起流行底的楼帮它解决问题, 做这些事而已, 但是散下去全国各地那十万个地产发展商, 据说近这一年收拾了一万个, 那它们的楼怎样呢, 我暂时真的不知究竟怎处理, 但问题肯定是比我们想像中严重, 最近才看那段片, 有两个外国人链着电单车在鬼城巡一轮, 那些鬼城车外面很漂亮, 但全部都空哩哩哩, 那你们死吧, 真是很大,整片土地是弄出来的。